第三批法令搬行在即,秦孝公只带一位随从微服细寻,似有特别目的。 田间交谈得知,甘龙等应该上缴的多余封地并没有上缴,而是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都转送给了太子嬴寺。 孝公来到险军的陈仓关,听到山间有美妙的歌声,赫尔蒙一下子冲到了太阳穴,寻生找到的却是自己的心上人玄奇。 因曾遭遇刺客,侯营放心不下卫央,卫央似乎明白了,刺客乃是墨家剑客。 帮助赶走刺客并设计嫁合给墨家的应该是侯营的安排。 卫央隐晦地说,这是帮了盗忙,因为误会会越来越深,侯营暗示会补救过失。 敢与墨家对阵,必非是寻常之辈,也许他们会自己补过吧。 孝公只身跟着玄奇来到神农大山深处,玄奇似有心事。 在追问下,玄奇问道,你用卫央变法杀了好多人是不是? 还要颁布第三批法令准备烧书是不是? 孝公说,看来连你也参加了发难秦国跟我对着干了。 我当你是亲人,你却当我是敌人,还有什么好说的? 生气归生气,平复下心情后,孝公说了前因后果, 这都是为了天下苍生,真是高处不胜寒,没人懂。 玄奇说,墨家老大派人查看了好多次了, 决定要除掉你这暴君和你那心爱的强权酷吏未央。 孝公说,如果墨子还在,倒可以讲清楚道理, 现在墨家是秦华黎当了老大,难哪。 原来玄奇是墨子的子门大弟子,在帮会里有爵士权。 他说,你先让我搞清楚你们的变法,我才可以帮你。 最后,玄奇决定带孝公进入墨家总院。 魏央听说孝公只身犯险,立马带上车鹰去找猴鹰。 猴鹰,白雪等人却不知去想。 这时候,何鸦才知道自己的义兄乃是变法的左树长, 家里分了地,要和情郎黑子回家生孩子去。 魏央如热锅上的蚂蚁正在想办法解救孝公。 陈仓首将来报,孝公是跟玄奇进山了, 魏央赶快安排赤猴进山探查。 太后说,要给盈玉选魏央做女婿,盈玉喜在心间。 整个秦国都处在丰收的喜悦之中, 开心的装车交公粮,这是第一年向太子府纳粮。 老甘龙好像是谋划了好久的阴谋,准备实施。 甘龙的儿子找到被贬为庶人一直想复仇的白氏兄弟, 如此这般一番交代。 纳粮车队来到了太子府,燕梁一看全是杀石。 太子一怒杀了很多纳粮户的百姓, 太子父公孙谷也没能阻止这场屠杀。 孝公跟着玄奇继续深入神农山。 不知孝公如何化解这场凶险,且听下回分解。 本集完,欢迎大家订阅评论。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。